练营练营 坐标已发送 请求后送 接到命令 抢救小组迅速前往目标地域 他们要依托新型医疗救护直升机配备的专业医疗设备 在完成快速转运的同时 最大限度保障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重点检验了医护人员对积载救护单元医疗设备的熟练掌握程度 规范了直升机医疗后送的组织与实施方法 探索研究了战时伤病员直升机空运后送的医护力量编程 相关救治技术运用 训练考核标准等 演练中官兵还按战斗编组连贯开展自救护救 批量伤员救治等科目的考核 紧贴为尽保障需求 锤炼医疗救护能力 空中医疗救护具有垂直高效的特点 医护人员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 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 更要克服直升机的噪音和气流扰动 经过多次训练 当前医护人员已经具备空中应急救援能力 感谢观看